继续来关心 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一世 出了涉嫌收费 他的舅舅沈焕尧 名下两个协会 也被爆料 收了来自资测会 和中油的补助款 每年高达数百万 根本没有在办活动 被怀疑是林一世的白手套 那么昨天 沈焕尧虽然出面 落泪喊冤 但是绿营爆料 其中一个台湾先进 传播科技管理协会 就被林一世用来 收编地下电台 每个电台还被要求 缴交一万五的保护费 林一世的舅舅沈焕尧 在镜头前激动落泪 因为他名下两个协会被爆料 成了林一世的白手套 2008年资测会科专预算被冻结 资测会从2008年起 以委办费名义 给其中一个台湾先进 传播通讯科技管理协会 375万 换取林一世协助 预算解冻 我还要好抵押 早期是好抵人 不要说200到300 我那时候看有100 我看都有问题 好像整个 苏妹九族那种感觉 这社会跟长青壮 长青壮宝剑 传播杯网球 缺球赛什么关系 很多知识男的委员 今天看到对林一世相关的协会 做出这样的补助 我想他们也看在心里 也会痛在 看在眼底 也会痛在心底 真的是在乱葬一堆 不止资测会大手笔补助 被立委质疑有问题 从2006年开始 中油 卫生署 观光局 环保署 到前新闻局 都分别补助 沈焕窑的台湾先进协会 至少超过127万 但记者实地到协会 登记了高雄凤山 却发现屋子老旧 已经20多年 没有人居住 更别说有人在里头办公 当你们被受到压迫 但是这个台湾先进协会 可不单纯 他是2003年 林毅市担任 国民党副主席时筹组 作为地下电台连移用 钟立雄爆料 地下电台当时还被迫交保护费 林毅市除了事前说会 连地下电台也被爆料 得交钱换取生存 还有多少台面下的交易 特征组可得仔细查清楚 明星环众报道